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大兴区一男子摔幼童事件 北京警方透露犯罪嫌疑人韩某因涉嫌故意杀人 在昨天下午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而今天中午的11点左右 记者从天坛医院获悉被摔伤的女童已经宣布死亡 事情发生在23号的晚上 在北京市大兴区五电路路边 两名男子与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女性发生了冲突 其中一人将婴儿车中的两岁女婴摔在地上 女婴当场就没了反应 这场让开一点 看怎么没让 就上来打这个女的 打了以后在这里拿几个孩子 这样塞塞塞塞地上 然后他们几个人打打他 以后就拿车就上车已经跑了 这个副驾 副驾现在上来打 打这个女的 打完这个女的以后就 拿几个孩子塞在地上 就这样 女婴先被送到附近的救公医院 由于孩子病情危重 医院不具备治疗条件 指败医生做了紧急处理后 并安排婴儿紧急转移到天坛医院治疗 头颅有水肿 头皮是已经有水肿 就是软的那头 然后有血 然后瞳孔是一大一小 后来我们考虑是就近就急 然后给他转到咱们天坛医院 天坛医院以神外为主 然后到了那以后 也是赶快去抢救 然后他们插了管以后 又拍的那个CT 当时好像他那个大夫就宣布 说人家死亡了已经 说这个孩子已经不可能再手术了 案发后 公安机关在24号的下午 将隐匿在北京市房山区 一温泉会馆内的犯罪嫌疑人 韩某抓获 据初步调查 韩某因盗窃罪被判刑 今年刑满释放 另一名嫌疑人李某已经投案自首 李某曾因抢劫罪被判刑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新华社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